深毒视频 让医学不再难懂 杨靖刚 副主任医师 中国医学科学院副外医院 心内科 深毒君 风湿性心脏病跟风湿有啥关系啊 深毒君 我有类风湿性关节炎 会得风湿性心脏病吗 风湿性心脏病是咋回事 有办法预防吗 有啥危害 又该如何治疗 这些复杂难懂的医学知识都交给深毒君 深毒君把它们做成好看又有料的动画片 轻松为您解惑 风湿性心脏病专题 走起 数据走一波 据统计 全球范围内 风湿性心脏病每年都有大约28万的新发病例 截至目前 全球病患总数高达1500多万 可不是一般的多啊 啥是风湿性心脏病 风湿性心脏病 简称风心病 是由风湿热重度发作或者反复发作后导致的心脏半膜损害 常表现为二肩半 三肩半或主动脉半中 有一个或几个半膜狭窄和或关闭不全 风湿性心脏病中 二肩半受雷者约占70% 二肩半合并主动脉半病变者占20%至30% 单纯的主动脉半病变很少 约占2%至5% 大约40%的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最终会发展为二肩半狭窄 风湿性心脏病都有啥症状? 天哪 我一个能吃能睡爱阳光的多肉 居然有风湿性心脏病? 早期风湿性心脏病患者无任何症状 脱个地就感觉呼吸不那么顺畅了 风湿性心脏病患者可在劳动 运动时感到呼吸短促 病情进一步发展后 患者在稍疫活动或休息时 也会感到气短 呼吸费劲 累 啥都不想干 走两步就腿软 乏力也是风湿性心脏病的典型症状 体力活动时更容易发生 脸色蜡黄 两个脸蛋却红瀑瀑的 像是打了腮红 风湿性心脏病后期 患者会出现典型的二肩半面容 表现为面色黄而浮肿 两侧面颊暗红或紫红 偶尔嘴唇还会轻紫 深读句 风湿性心脏病有哪些危害呢 风湿性心脏病晚期 心脏半膜损害严重 会导致心脏蹦血不给力 心脏为了保证正常攻血 只能加班蹦 拼命蹦 繁重的蹦血工作 让心脏需要更多的血氧供给 搞出了心肌肥后 心力衰竭 长期心脏蹦血不给力 会造成各组织攻血不足 严重时可能导致多器官衰竭 深读句 风湿性心脏病能治好吗? 早发现 科学治疗可以控制病情不再进展 症状较轻的患者无需手术 接受药物治疗和改善生活行为即可 风湿性心脏病晚期 心脏半膜严重受损时 可以通过手术修补或更换半膜来保障心脏正常工作 深读句 心脏半膜在哪? 好好的心脏半膜咋就坏了呢? 这心脏半膜一坏能搞出多大的事? 走进下集 深读视频为你解锁风湿性心脏病的发病机制 炒鸡烧脑哟 聪明的你必须来哟 关注深读视频 记得点赞加转发哟 救命 请不吝点赞加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